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桌子上面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气球 待会就是要把眼睛给蒙上 并且要抓出哥哥姐姐指定的颜色 数量越多就是获胜者啦 好 那我就先 江仁先开始好不好 好 江仁 待会你要抓的颜色是绿色 你先大概看一下绿色分布在哪里 时间到 准备哦 好 那就由我来计时 好 计时 30秒开始 不是 不是 右边 左边 右边 再右边 右边 下面 对 好 他给我这个 再往上 对 上面一点 右边 对 好 再来 左边 20秒了 对 上面 对 好 往右边走点 右边走点 往上 不是 往上 往上 对 四 三 二 一 右边 时间到 好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颗耶 佑宁来挑战 那佑宁呢 这次要摸的 你要摸什么颜色 紫色 預備 GO 好 欸 齐开得胜 不是不是不是那颗 左边 对对是这颗 前面 前面 右 对 好 再往前 对那两颗都是 对 好 右边 下面 对 很好 往前 摸到了 对 再往左 左边 继续走 就是那颗 四 往下 下 对 直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颗 哇 太厉害了 两位参赛者表现得很不错 给自己掌声鼓励 耶 但是也是希望只有这个游戏 可以告诉大家 气球它其实并不可怕 像刚刚江人不是有 把一颗给抓破吗 碰 你会觉得可怕吗 不会对不对 还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玩完了气球游戏 现在就赶快一起来 摺气球吧 来摺气球了 耶 那今天要教大家 摺什么气球作品呢 要教的是 常常在水族馆 海生馆看到的 大明星海洋生物 花园蛮 那要折花园蛮 需要哪些材料呢 两条260的气球 打气筒 我们先拿出 你要拿来做沙地 沙子颜色的那个气球 然后我们要把它打气 差不多是一个手掌的距离 好 打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打结 打完结之后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 两三指结的距离 我们做一个单炮结 就是把它转一圈 转一圈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熊耳 靠过来 吹嘴 拉过去 靠近节点 然后 这样子 转圈 把这个地方绕回来 直接抓着 直接绕就好了 直接绕就好了 好 先做到这个步骤 好 大家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吧 这样子是 这样子是八 斜点对斜点 我帮你压好 转起来 完成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把这个沙给完成 那要怎么做呢 等一下我们一样 折两个 跟前面折的长炮 一样长度的长炮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来折第一个 先把它弯过来 然后再比对一下原本折的长炮的长度 再觉得差不多的地方 转一个结 大概转三圈 然后我们把这个结呢 塞进去熊耳结里面 好 可以用转的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好 接下来做第二个长炮 一样弯过来 然后在差不多长度的地方 我们转一个结 然后一样把它转进去熊耳结里面 好 那我们四个长炮都折好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行收尾的步骤 我就这样子先弯一个环节 那我的环节大概是四个指幅的距离 嗯 然后在这边我绕一个节点 然后把这个节点呢 转进去熊耳结里面 转进去之后呢 剩下多余的部分 我就可以直接剪掉泄气了 哦 然后再把剩下的部分呢 全部绕到气球里面就可以了 把它藏起来就对了 这样子我们的虾酒完成了 嗯 那如果说 不想要用剪刀 可能把它剪掉的话 那大家其实可以直接 像柠檬哥哥这样 直接这样子 我们把剩余的球皮 直接绕到里面 也是可以的 那有一点一样的就是呢 我们也要把这个 球皮给它藏起来 不要让别人看见 好 这样子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做法 现在我们就要做它的本体了 就要准备拿出你另外一个颜色的260气球 那哥哥这边准备的是一个灰色的 我想要做一只灰色的花园满 那要冲到什么程度的气球呢 差不多留一个纸结的距离就好了 将近是满的 可以把它直接打结了 我们可以把后面的地方 剩一个纸结对不对 我们可以压住把它的气往上送 好 往上送 接下来我们把它像这样子 对在一起 穿过去 那你可以做一只比较长 一只头探得出来比较多 一只头探得出来比较少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调整它的头的地方 把它的头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这样子捏一捏 然后我们可以上下的摩擦 揉一揉 有没有它就是会一个像这样子 探出头来的感觉 对 那我们另外一边也是用一样的方式 好 这样子就可以做出呢 花园满它的探出头来的效果 大家赶快自己试试看吧 那看你要做两只一样长 还是一长一短 一长一短 也要一长一短 好 然后可以压一压 摩擦摩擦 有耶 好那这样子我们的形状都已经完成了 之后该做什么呢 好 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帮我们 可爱的花园满 画上它的纹路还有眼睛 签字笔来画 也可以用贴纸键形状贴上去 发挥你的创意跟想象力 动手开始画画咯 我们大家的花园满都做好了吗 好啦 那就是作品介绍时间 从这边开始 这一支是男生 所以另外一支是女生了 对 也很有创意喔 男生跟女生 好 那我们换江人这边 为我们介绍一下 有一个是哥哥 哥哥在打哈蟹 自己很开心 看到哥哥打哈蟹 自己很开心 看看蓝梅姐姐的 我的也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为什么是女生 因为它上面有睫毛 那换介绍 柠檬哥哥的 斑点蛮跟螺旋蛮 所以大家今天只要照着 哥哥姐姐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就可以做出 属于自己的花园蛮 大家赶快一起动手做 属于你自己的花园蛮吧 有风风风小说大家一起比赛 看谁的窗衣最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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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我们赶快继续 一起折气球 那在折气球之前 我先来问问看大家 还有蓝梅姐姐 如果说考班上第一名 你觉得厉害吗 很厉害啊 如果是全国第一呢 那更厉害了 那更如果是世界第一名呢 那根本超厉害啊 今天要为我们示范气球的 这位达人 他就是世界第一哦 那我们一起来欢迎 这位世界冠军 骑林老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气球达人 宋骑林 气球达人 宋骑林 在2018年 参加美国 举办的全球创意气球比赛 决定色为海军蓝色 老师以200公分大 又汲取代表性的海洋生物 蓝金 打败全球的气球高手 更拿下了世界冠军哦 老师你好 那请问老师今天为我们 示范的是什么气球作品呢 今年是鼠年 所以我想带来一个老鼠给大家 今天有福了 老师要为大家示范 折可爱的老鼠 那要折老鼠的话 需要哪些尺寸跟颜色的气球呢 首先我会想要先从鼻子 鼻头黑色的地方开始 冲一小下气 做一个圆圆的圆球 然后头尾打个结 对 吹嘴跟后面的球皮 打一次结 再打一次结 打两个平结 那为了让这个鼻子更干净 我会把吹嘴剪干净 剪掉大约两三公分 我们后续还需要用到这个 这一段就对 对 这很重要大家要记住哦 接下来老鼠的眼睛 一样是用到黑色的废球皮 除非想要做一只熬夜很久的老鼠 就可以用红色的气球 接下来这边呢 我们要做一个双炮结 再旋转成双耳结 转一个圆爆炮 再一个同样大小的圆爆炮 抓着吹嘴节点 旋转成双炮结 拉着这边的吹嘴 到中间 到中间绕 再旋转一下 就会变成眼睛 嗯 剩一个部分用不到 泄气 准备好这个鼻子跟眼睛连接 我们来做灰色的部分哦 充气打结 做郁金相结的连接 左手右手各拿个零件 打一个平结 像这样 嗯 伸出食指头 抵着这边的吹嘴 往里面塞 嗯 塞 接着右手 去抓住 我现在左手食指 上面的吹嘴 然后再把手指头抽出来 旋转成 郁金相结 那当然这样固定还不够 我要再转一个熊耳结 去接他的嘴巴 这样 鼻子跟嘴巴就出来了 接下来呢 要来做的是环节 环节的大小 大约会抓个三根或四根的手指头 哦 对折之后 四根手指头的距离 边缘 对 当作是这个环节的大小 嗯 这样每一次就会一样的大小 是的 那当然 除了用手指头来测量 你也可以直接用看的 去看说这个环节多大 那这边我就折多大 对折 旋转进中心点 嗯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链夹 眼睛呢 它可以抓一个四根指头 宽的距离 是 在一个熊耳结 做头顶 这个熊耳结它就可以让你再加上耳朵 哦 老师 粉红色耳朵拿来做什么呢 内耳的部分 哦 是的 那为了这个零件的干净呢 我会把上面的地方剪干净 旋转一个泡泡 右手 把这个泡泡旋转进熊耳结里面 再用看的方式去转出同样大小的泡泡 多一个部分 这一段要做 对 你也可以撕掉 或者是用剪刀剪 然后再把它打结 打一个结 多余的部分剪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粉红色包住 紧紧的给它包住 然后呢 在这个玄红结 上面这里 旋转一个泡泡 再把它转进去固定住 是的 那后面还有一点部分 我就再把它包起 好 那老师我们把它头部完成了 接下来 气球它还是有长度见识 可是它后面会不够 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剪掉 切切 我先打一个结 然后再剪掉多余的部分 你想要的话 这样就是一个老鼠的头 嗯 到这边你可以当做完成 就是画上眼睛 但是我这边如果有加这个零件 那我可以怎么结上去呢 打个五下 抓着吹嘴节点 旋转进 头顶的地方 哦 这样就转进去了 是的 再转一段 跟这个头同样大小的泡泡 注意哦 要跟头一样大小哦 往下旋转进 嘴巴的部分 往下旋转进 嘴巴的部分 往下旋转进 嘴巴的部分 挤压移动法 就是把气球这边挤压 嗯 然后往下移动 那这边就可以维持 头部的双套局的结构 我在视觉上 老师其实那个力道是有的 对 因为如果不湿力的话 它那个空气 没有办法往气球后面跑 嗯 嘴巴 那那个脸颊都有了 接下来就是身体的部分 对 那在折身体之前 这边后脑勺这里 其实是有点空空的 嗯 那它会让这个气球呢 这边结构不够平整 所以我们这边先讲个泡泡 我们把这个泡泡呢 变成熊耳结 那旋转的方法就是 直接从这边节点 往这个正中心旋转下去 直接藏在里面了 嗯 那这边的泡泡去抵住这边的气球 其实我们在做什么 各式各样的气球作品的同时 如果发现它中间的空隙很大 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塞个熊耳结 是的 那剩下就是身体的部分 先从身体这边转一个大约是四根指头 宽的泡泡 嗯 再来做两个环节 当作左脚跟右脚 喔 环节的大小 都随你的开心 大约是三根指头 就是对折再旋转 嗯 示范一次 好 对折 旋转一个 同样大小的环节 然后旋转进 这边的节点 老师 可是如果你说这个是它的 脚 脚的话那 下面这部分就是 是要做手吗 嗯 也是因为太长的关系 所以我要再剪掉泄气 然后再给它剪掉 转一段呢 跟刚刚身体一样长的泡泡 嗯 嗯 直接打结 再将这个吹嘴跟结点 缠绕进 脖子那边 对 中心的部分 让它的身体变成是 有两个泡泡 对 比较厚实 前胸跟后背 变成 有肩膀有身体的老鼠了 接下来我要做手跟尾巴 手呢 短短的 所以我同一小虾就好 然后呢 转一段小泡泡 是 大约3.5跟尺头宽的距离 靠泡的地点 我就旋转进刚刚同样的地方 脖子 哦其实老师也是 也有 绕过鼻子 让那个另外一边的手 可以固定住 另外一手 找出跟 左右手差不多的距离 然后注意到老师这边就是 做个结来 这样剪掉 先去打结 嗯 那你可以挑其中一手 把这个多余的地方剪掉 嗯 这手呢 我等一下想要来给他拿起司 那我再来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完成了 放一个小泡泡 然后接在 小的部分 天啊太可爱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眼睛 接上去 那眼睛接的方法很简单 把这个 中间的双泡鞋掰开来 然后再把这边后面的 背球皮 塞进去 从他脸的正中间 穿进去 那我们手呢 从后面 把这个黑色的部分 抽出来 然后呢 卡绕进 嘴巴 里面 最后呢 画龙点睛一下 我们折一个起司 让他拿在手上 那 这边也是从一小下 吹嘴跟后面的 像这样 给他对折 然后 剩余的尾巴丢出来 再打一个结 变成一个平结 可以跟手这边多余的球皮 再互相打一个平结 可以把这边多余的部分 剪掉 那这样就是一个 拿着起司的小老鼠啦 好可爱喔 我们看完了可爱Q版的老鼠 其实老师也有带来 更厉害的作品 跟我们分享喔 精致老鼠在那边 我的天哪 你怎么会是真的老鼠呢 太像了 真的老鼠也太大只了吧 哇 其实可以非常地明显 看出这个Q版的老鼠跟 精致 你真老鼠的差异 那老师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你带来的这一只精致老鼠吗 通常我在做一些 较为复杂的作品 我就不会去参考卡通的老鼠 我会去参考真正的老鼠 那创作前可能会先画个素描 去抓出它的神韵来 然后呢 配合各种长条尺寸的气球 哪边身体胖胖很粗 那我就用粗一点的气球 尾巴很细 那我就用细一点的气球 那如果这边结构上 我想要再多一点细节 也是用细一点的气球 去做出那个轮廓 像这边是比较细的气球 对 那手脚的连接 也用到了刚刚的这个 郁金香姐的连接 这个鼻子我就换成这个手 所以是用同样的技法 只是这边是做了一二三四四个 四个熊耳结 所以其实用熊耳结就可以做出 像爪子一般质感的造型 而且除了手这个部分 是脚这个部分也是 大家看清楚 而且老师也有注意到 像是这个 关节 转折的地方 而且也很神奇的 就是因为我有做出这个关节处 所以配合这个头部跟脚的地方 它是可以站立在桌上的 而且我觉得大家要看清楚一点 除了它有很可爱的胖胖的身体之外 你们看 它也吃得很饱 它的肥肚子在这边 大大的肚子 今天也非常感谢俊玲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采的作品 还有为我们教可爱的老鼠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大家一起来练习 一起折气球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